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今天在一起继续学习 印光大师的文朝精华录 那么我们上一次讲到了 净土食药这本书 一书者净土食药也 字字节末法之金粮 言言为连宗之宝剑 讲到这个地方 那么关于净土食药呢 这本书 印光大师呢 有一段开示 我们已经讲过了 我们在这里边再 再重新学习一遍 印光大师的这段开示 关于 净土食药 印光大师呢 这段开示呢 我们也 他们也收在了这个 印光大师文朝精华录里面 净土食药 乃偶艺大师 以金刚眼 于产阳净土诸书中 选其 弃理弃机 至极 无家者 第一 弥陀要解 乃大师自助 闻渊深而一知 理原遁而为心 无以 妙无以家 以长言乐 至于后知九种 莫不 莫不理原 此妙 深契时机 虽未必 一一全能了然 然 一经翻阅 如福先丹 久之久之 即繁之而成先提 那么 这是 印光大师赞叹 净土食药 这本书的时候 说的 那么 净土食药呢 第一 一共有十篇 十篇著作 第一篇呢 就是 偶一大师自己呢 给弥陀经做的注解 叫弥陀经要解 这个我们都是很熟悉了 那么这当中呢 说 乃偶一大师 以金刚眼 就是 这个净土食药啊 是偶一大师 用金刚眼 在采扬 净土的很多书中 选其 弃理弃机 至极 无家者 是从这些书当中 通过他自己的金刚眼 选了 弃理弃机的 至极无家的 这些 十本书 那么 这里边呢 我们要解释一下 什么叫金刚眼 金刚眼 我们经常听到 金刚这两个字 在佛门当中 那么金刚呢 一共有两个意思 这个 太玄记啊 就是贤手国师 做的这个太玄记 这个 说呢 解释说 金刚 一二义 金刚呢 也有两个意思 一个是 坚毅 二一个是 利益 利益 就锋利的利益 坚毅 和利益 那么 金刚二义 三藏法术呢 是这么解释的 金刚者 金中最高 顾云金刚 而小品薄弱 以金刚立体者 具有 坚利二义言 凡与薄弱 化言智慧 就是小品薄弱 小品智慧 以金刚立体者 具有 坚利二义 那么 什么是坚呢 就金刚有两个意思 一个是坚的意思 一个是利的意思 三藏法术继续解释 一坚毅 坚毅者 为金刚之坚 万物不能碎坏 他太坚硬了 所有的东西都不能毁坏他 以欲薄弱之体 用来比喻薄弱的本体 珍藏清净 不变不迁 烦恼不能乱 邪魔不能动 此即十项薄弱也 就是将薄弱之体 不变不迁 一切燃法所不能染 一切禁法所不能禁 就是我们说的自性清净 那么烦恼不能乱 邪魔不能动 此即十项薄弱也 就是他的体 这薄弱的体 就这么坚硬 那么他有什么用呢 薄弱的体很坚硬 就和镜子一样 是吧 你照难看的 他也不随着难看的变 你照不好看的 你照好看的 他也不随着好看的变 不变不迁 迁就是变的意思 那么烦恼不能乱 邪魔不能动 此即十项薄弱 那么这个利益呢 二利益 利益者为金刚之利 它很锋利 很快 就像刀子一样 能遂万物 以欲薄弱之用 我们刚才说这个坚硬呢 比喻薄弱的体 这个很坚 不变不坏 万物 它是被动的 万物谁也不能破坏它 这承之为奸 第二个利益呢 它是它主动的 它能遂万物 用来比喻薄弱之用 薄弱有什么用啊 能够破除烦恼 能够证得真如 这是薄弱的用 他说了 用来比喻薄弱之用 这个利益的意思 那么能断祸浊 能断迷惑 能断执着 照五蕴空 度诸苦恶 把五蕴全都给照空了 在这个薄弱下 那么度诸苦恶 使大家能够摆脱苦恶 此机 观照薄弱也 观照薄弱也 那么我们刚才说了 十项薄弱 观照薄弱 十项薄弱我们用坚毅 来形容 那么观照薄弱 是薄弱启用 那么是 我们说是利 启用了以后呢 他能够断分别 断执着 断无名 照见五蕴结空 度尽一切苦恶 就十项薄弱 观照薄弱 怎么薄弱 自然就有十项薄弱 和观照薄弱 这两个特性 那么这个十项薄弱 就像我们说的镜子 镜子的体 那么这个镜子 请向启用 这个镜子启用 就变成观照薄弱 它有观照薄弱的作用 那么 金刚眼呢 我们通常说的就是佛眼 那么 英光大师在这说 这句话不是随随便便说的 乃偶艺大师以金刚眼 偶艺大师凭什么 选了这十本书 靠的是金刚眼 金刚眼就是佛眼 佛果地上的五眼 叫金刚眼 所以这本书不是不要小看 是佛菩萨为我们选择的十本书 那么就这个意思 那么我们今天呢 英光大师文朝金华录当中说的 一书者 这一书就指的是净土食药这一本书 净土 一书者净土食药也 净土食药也 字字皆末法之金粮 每一个字都是末法时期的金粮 金就是渡口 粮就是桥粮 用在这比喻呢 就是末法得度的道理 末法你怎么了生死出三界 你凭什么道理啊 就凭着这本书 那么字字皆莲宗之宝剑 莲宗就是净土宗 为什么净土宗用莲 莲舍莲友 莲露 莲宗 都用莲字 我们上次解释了 为什么用莲 那么后面呢 还有宝剑 宝剑的剑呢 它的侠义呢 就是镜子 宝剑呢 就是宝贝 镜宝贝镜 宝镜 这个宝镜呢 还能照天照地 能够照亮前方前进的道路 那么莲宗之宝剑 就是我们这个净土宗的指路明灯 就这个意思 莲宗之宝剑 那么 这是我们上次讲到的地方 这里边有几个概念 一个是末法我们解释了 佛法呢 有正法 相法 末法 金梁 我们解释了 莲宗 我们解释了 那个宝剑呢 我们 也解释了 那么 这个再往下 还是讲的 偶遗大师的这个 这个边传 边传这个食药的时候 他的心情 他的心境 他的出发点 他所怀的一颗急切的心情 他说 尹黄大师说 痛哭流涕 剖心沥血 乘性发挥 随机指示 虽整腻就焚 不能预期痛切也 舍此则正信无忧生 邪见无忧田也 那么 这个意思是说 痛哭流涕 就是这个 就我们弟子轨上说的 是吧 见不入 岳父见 豪气随 踏无怨 我们孩子 劝见父母的时候 父母有过错 那个见不入 当你见 就是从下背上的 劝告 表示尊敬 见不入 岳父见 高高兴兴的 再劝爸爸妈妈 改过前善 见不入 岳父见 豪气随 踏无怨 要动之以情 小之以理 那见不入 岳父见 是小之以理 那么豪气随 踏无怨的 动之以情 真的 就是发真心 替爸爸妈妈着急 感情到了 至成之处 那么自然眼泪 就会下来 动真的 动真情 那么这个痛哭流涕 就是我们说 弟子轨上说的 豪气随 哭啊 流眼泪啊 着急啊 我们 都有过这种心情 我们家里的亲人病了 这个出了事了 有了灾了 有了难了 我们都会掉眼泪 这是痛哭流涕 剖心沥血 剖心这个狭义的意思 就是把心 给你拿出来看 啊 这个沥血呢 就沥就是一滴一滴的 我把这个血给你滴出来 也是表示真诚的一种方式 啊 形容吧 啊 秤 这是痛哭流涕 剖心沥血 这八个字叫什么呢 动之以情 那么 秤性发挥 随机指示 叫小之以理 啊 秤秤性发挥 完全是按 他果地上 正德的 这个实相 来 把净土的道理 给我们发挥 阐明出来 啊 秤性 完全是符合性的 啊 跟性德 跟自性清静心 完全符合 就是说明 他正确 啊 秤性 那么发挥 随机指示这个机 就是一个是机会 一个是众生的根机 啊 机会对了 啊 众生的根机 又能接受净土法门 这个机是指两个 随着这两个条件的具备 我来给你指示 啊 来来来开导 开示我们 啊 净土的这个殊胜 净土的这个 呃 法门 啊 随机指示 虽 整腻就分 啊 虽然我们可以用整腻就分 整腻什么意思 腻就是淹了 啊 你快淹死了 在水里头 啊 溺水 啊 从水里给你救出 啊 整腻 拯救 整就是救的意思 整腻就分 分就是着火 从火火在里头把你给救出来 你虽然用这种方式来形容偶艺大师的 救众生的急切心情 可以 不能预期痛切 你就用整腻就分 这么样一种形容 来形容偶艺大师的救众生的心情 都不能够来比喻他老人家那种救我们的这种颇切心情 啊 急切的心情 啊 不能欲 欲就是比喻啊 用我们用整腻就分这个形容来形容偶艺大师 这个形容词来形容偶艺大师救我们众生的这种迫切心情 都不到位啊 都不能完全的把他老人家的心情描述出来 舍此则 舍此则正信无忧生 你把这个食药给舍掉 丢掉 那么 则就是那么 舍此 此就是食药 舍此则 那么正信无忧生 无忧就是没有办法 不能啊 你把这个丢掉了 我们对净土的正信 正确的信心 啊 就是树立不起来了 产生不了了 那你就说明这个净土食药多重要 啊 这本净土食药 你你你把他丢掉了 那么正信无忧生 啊 那换句话说 你要再信净土法门 那么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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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能称之为正信 啊 正信无忧生 邪见无忧舔也 舔呢 就是消灭 啊 那么邪见 就是 就是消灭不掉 啊 不能去掉 啊 就这个意思 那么这一段开始呢 就到此就结束了 那么我们呢 呃 呃 呃 关于痛哭流涕 剖心沥血 称性发挥 随机指示 虽整溺就焚 不能预其痛切 这个奇就是偶遗大师 啊 不能比喻他老人家的痛切之心 啊 舍此则正信无忧生 邪见无忧舔也 那么我们再把这几个字呢 啊 这个剖心沥血啊 称性发挥啊 啊 这个 这几个呢 相关背景啊 啊 这个字上的一些 呃 文字上的意思和这个 经见上 呃 使用这几个 呃 词的一些地方呢 给大家介绍一下 使大家有一个更丰富 更更更更更更这个充分的了解 剖心呢 呃 严格的说就是 居成相识 啊 居呢 一个提手旁 一个鞠躬的 居的 呃 一边 居呢 就是用双手捧着啊 啊 居成相识 我把心捧出来 啊 你看 相识 就相就是一个人 把一个动作给予另外一个时候 他这个人叫做相 你说我相信 我给予你信任 相就是给予的意思 从一方走到另外一方 相爱 我爱你啊 就是我把爱给你 这个相识 动作的一方 呃 把这个动作施加给另外一方 我们用相啊 呃 那么相识呢 就是我把这个心掏出来给你们看 啊 就是这叫剖心 啊 剖心 那么 形容呢 心意志诚啊 啊 负极悲苦 心特别成 啊 而且呢 他特别难过 啊 他这种 不是非常喜悦 啊 是非常在一种非常呃 呃呃 悲苦的这种心情下 啊 啊 他的心意呢 特别成 啊 啊 他是在你很受罪 很痛苦的情况下 他跟你一样痛苦 啊 在这种大悲心的 呃 这种前提下 啊 把他的 把他的诚意展现给你 心意志诚 负极悲苦 这两个是两种情绪 一个呢 他的心意特别真诚 啊 第二一个呢 他是在一种非常可怜 怜悯我们的状态下 他非常为众生 感觉到非常苦 啊 非常悲的 这个 悲悯我们的状态下 呃 这一种 一种形容 剖心 啊 那么 呃 心意志诚 也可以有很喜悦的情况下 啊 你比如说两口子结婚了 我到那去祝贺 啊 心意志诚 恭喜你们白头到老 那这就不能用剖心 啊 我到你这来参加婚礼 我把这心抛开了 给您看看 啊 我对你有多真诚 多真诚的祝贺 这个是 这个不是悲苦的状态下 这是喜悦的状态下 就不能用剖心 啊 剖心一定是在非常难过 极悲极苦的状态下 才怎么干 啊 剖心 沥血呢 啊 以义负如是 也是这种状态下 也是这种情绪下 啊 滴血已是 结成 结成就是到头了 没有比他再成了 啊 吏呢 就是液体一滴一滴的落下来 叫吏 啊 你把那毛巾吏干了吧 啊 啊 就是这意思 那毛巾很湿 慢慢让他滴水 啊 滴干了 水滴完了 毛巾就干了 啊 今天也供养给大家 啊 让大家看一看 呃 为什么 印光大师说 偶一大师是 剖心里血 偶一大师曾经用过这个字 啊 这四个成语 来行这四个字的成语 来形容自己对净土 这个宣传时候了 这个 看到众生 在娑婆世界这么苦 我把净土 呃 弘扬给你们 宣传给你们 介绍给你们 他怀了心情 所以 印光大师 他的文抄当中的 每一个字的使用都非常讲究 绝对不是没有出处 啊 所以他在这用 他说这是 艺书者是谁啊 偶一大师做的 然后他说 剖心里血 这个痛哭流涕 剖心里血 那确确实实 偶一大师自己曾经说过自己 啊 是这种状态 啊 那么 我们现在就把 这个 偶一大师 啊 在弥陀要解当中 是怎样使用剖心里血 这四个字 这一段开始给大家 啊 念一遍 大家就知道了 那么 这个弥陀要解啊 弥陀要解云 啊 世家一代识教 为华言 名一生圆满 而一生圆满之音 则 末后 普贤行愿品中 十大愿望 倒归 安养 且以此劝进华藏海中 啊 啊 截乎 凡夫 利登 补处 奇唱 吉弹 啊 不可测度 华言 所禀 却在此经 而天下古今 信仙 信仙 一多 此凡 一时 于 唯有 剖心 力血而已 啊 这是偶一大师自己 描述自己的心情 那么我们给他解释一下 弥陀要解说 世家一代识教 世家摩尼佛一代的教化 唯华言明一生圆满 只有华言说明了 阐明了一生圆满的这个道理 而一生圆满 而然而华言所阐述之一生圆满成佛的 因是什么因呢 而华言而一生圆满之因 则末后 普贤行愿品中 十大愿望 倒归暗阳 华言之所以 我们说华言是一生成佛的经 啊 那么华言 一生 成佛 这个因是什么因呢 是在他的最后一品 普贤行愿品 当中 以十大愿望 啊 作为资粮 啊 倒归暗阳 引导我们 啊 十大愿望 我们前面讲过 以十大愿望来引导我们众生 啊 呃 这个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岛归安阳 岛是引导 归是归下 安阳就是西方极乐世界 你看看 你就知道 这个 呃 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多重要 阿弥 我们都承认华言经是一生成佛 而一生成佛之因在于 你为什么能成佛呀 什么原因你成佛呀 就是最后我领你们 凭着十大愿望 领着我们去西方极乐世界 最后在那呈着佛 啊 而一生圆满之因 则末后 普贤行愿品中 那么 这一生圆满的 这个音 是在 华言经最后一品 普贤行愿品中 十大愿望 倒归 安阳 是这个原因 啊 所以我们才叫 才管华言叫做一生圆满 没有这个 华言经不圆满 啊 那么 且以此 劝进华藏海中 并且凭着这个 啊 靠着这个 来劝所有华藏 华藏海会的这些佛菩萨们 那都法身大事啊 华藏海中 啊 靠着这个来劝大家 到那儿去成佛 所以 华藏世界成佛的这些人 都是在西方极乐世界成的佛 啊 这个是这个意思 劝进华藏海中 你看 这多重要啊 这个 华藏海中 无一凡夫二乘 啊 就是不说了 个个都是法身大事 而且呢 他们 遵循华言经来修行 最后要成佛 一生圆满 一生圆满的原因是因为 有最后一品 叫普贤行愿品 普贤行愿品 说的就是 普贤菩萨十大愿望 最后到西方极乐世界成佛 嗯 并用这个来劝 所有在华藏海中 还会 修学的那些菩萨们 太明显了 对吧 就知道净土法门有多殊胜了 上至华藏海 海会的这些佛菩萨 下至 五逆十恶的凡夫 都靠他能够 来得度 啊 那么 这时候 我一大师就很感叹了 感情就抒发出来了 啊 所以 我一大师这里用过什么呢 表示感叹的词 叫绝乎 啊 结乎 哎呀 天呐 就这个意思 所以 佛菩萨不是不动感情 啊 佛菩萨不是两眼一滴 老跟着 什么都不说 啊 好像在入禅定 不是 啊 他在这个时候用了这样 啊 截乎这两个感叹词 啊 就说明我们的佛菩萨啊 是完全随着众生的这种根性 和光同尘 我们会感叹 他就会感叹 我们接受感叹 可能我们通过这个时候 用感叹 我们更能接受您说的话 那我就感叹 啊 应以什么身 得度 即限什么身 而不是 不管众生的苦 啊 众生都苦到这种程度了 我还 我还 入入不动 啊 我还是像铁板一块 啊 像我们很多学佛的居士一样 啊 我们碰到很多这种人 啊 好像是一直在定当中 啊 跟居士们在一起吃饭 跟同事们在一起吃饭 俩眼一沉 什么话也不说 啊 一句话也不讲 啊 这是不对的 啊 这不是佛菩萨 佛菩萨你看 欧语大师 结乎 凡夫 天哪 啊 就这意思 啊 凡夫 立登补处 补处就是补处佛了 啊 就是妙诀了 就是还没派出去的佛 已经是佛了 那么凡夫 我们是凡夫 立登补处 啊 立就是立字的立 啊 立行公式的立 啊 那么凡夫 立登补处 这个立当什么讲啊 立呢 我们查字典 就是按规定的 照成规进行的 那么凡夫 立登补处 就凡夫 按规矩 啊 照成规进行 到补处佛 那什么意思啊 那么在西方极乐世界 每一个人最后都能到补处 啊 这是立行公式 这是立排菜 啊 这是标准程序 不是特殊情况 每一个人都到补处 无一例外 立登 照成规进行的 西方极乐世界的成规是什么 照着西方极乐世界 什么成规 教育的成规 最后每一个凡夫 无一例外的 都到了补处佛 凡夫立登补处 不是特殊的 不是说西方极乐世界 有些凡夫可以当佛 到补处佛 有些凡夫就一生不能称佛 不是立登 按照规定的 按照西方极乐世界规定 都能成佛 多殊胜 这立登俩子可不得了 凡夫立登补处 这欧义大师说的 这都多殊胜了 哎呀 凡夫立登补处 凡夫每一个人 或顿或立 或见或使 或是见教 或者是这个顿教 或权或使 你只要到了那 凡夫立登补处 那比凡夫更高一点 二称呢 比凡夫 比二称更高一点 法身大事呢 那就更不用说了 他举了一个最下的凡夫 凡夫什么 六道凡夫 立登补处 他们都是按照规矩 按照西方极乐世界的安排 都能到补处佛 这点您就放心 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如果您不能称佛 那就不能称之为利 那么齐唱吉坦 唱也是说 唱到 唱也是 齐唱吉坦 齐是什么意思 非常齐唱 非常奇特的 这种宣传提唱 您这个唱到 您这个齐唱可是非常非常奇特了 不是不是一般的 齐就不是一般的 齐唱吉坦 妙极的谈论 妙极的宣传 妙极的劝解 齐唱吉坦 那么 不可测度 你不能够测度出来净土法门的殊胜 到底有多殊胜 千金俱禅 万论君宣 不是 那个英光大师说 都说不尽 都说不尽 这个净土法门的殊胜 净土法门的深远 博大 和给我们带来利益 带来的利益 不可测度 测度 就是猜测 揣度 你不可测度 我们跟你说再多 也说不清楚 不可测度 华言所禀 却在此今 华言所禀 禀 禀是什么意思 这个字 禀就是赋予 华言赋予我们什么呀 华言这一经 这一经要交给我们什么呀 这个禀有这个意思 这个禀有三个意思 一个是赋予 一个是给予 一个是报告 华言经向我们报告了什么 华言经给予我们什么 华言经赋予我们什么 什么样的教育 给予我们什么样的说法 向我们报告了一种 什么样的情况呢 华言所禀 却在此今 就在这 此今 什么经啊 无良寿经 佛说阿弥陀经 因为是弥陀经要解嘛 是不是啊 那么华言 那么大一本华言 那么他所给予我们的 却在此经 就在佛说阿弥陀经 行了 你读了佛说阿弥陀经 就读了华言了 而天下古今 而天下 这的是什么 空间 东南西北 东南东北 西南西北 上下十方世界 叫天下空间 就当前 古今呢 讲的是时间 古过去 今现在 天下古今 对吧 就是东南西北 过去未来 现在 时间空间 全包括信仙 信仙 信仙 信仙一朵 信的人 仙 仙是三声 仙仙 仙仙 仙 这个仙子不是新仙的仙 仙 这个仙子什么意思 少的意思 信仙一朵 信的人太少了 一朵 怀疑的人太多太多 信仙一朵 信仙一朵 此凡一时 什么意思 很多人 都在对净土法门怀疑 说三道四 此吗 此就是言语 那么因为这种怀疑的言论太多 这种不信 这种说法 满目结识 比比结识 所以怎么样呢 就把义 净土法门的这个真正的含义 识 识就是月识 月识什么意思 你看那月亮被别人吃掉一块 蚕食了 那么这么多 关于净土法门的这些说法 怀疑 导致了净土法门的本意 被蚕食掉了 亦凡 此凡一时 于 唯有剖心力学而已 对吧 我 于就是我 我有什么办法呢 这么多的说法 来诋毁净土法门 不相信净土法门 导致净土法门 到今天 他的意思 被一点一点的蚕食掉 大家都不信了 我还有什么办法呢 我就最后一招了 我就把心抛出来 把它拿出来让你们看 我说不过你们 这种种种说法太多 净土法门的意思 让你们给诋毁的 就是没办法了 我说不过你们 我就一张嘴 我就是 偶尼大师57岁走的 我能怎么着呢 我唯有 我就剩下一个身体了 我说你们肯定也不信 对不对 我说我争不过你们 你们人多 你们说的多 净土法门 被你们给遮蔽的 被这个意思 被你们给蚕食的 损害的 就没法再说了 那我就把心掏出来 把血滴给你们看 它是真的 末法时期就靠它得度 于唯有剖心力学 我只能最后一招 我别的我都干不了 什么意思 做正传 我说你们不听 我念佛你们不跟着学 那合了 我把那身体切开了 给你们看看我的心 到底我是骗你们吗 对不对 我是给你们说瞎话吗 我剖心力学 所以我们读到这 非常非常的感动 于没有剖心力学 下面呢 金工老法师呢 在大乘无量守经纸规当中呢 关于这一段呢 他老人家做了解释 他说偶一大师 这一段开释 实在是充满了感叹 说明这个法门的殊胜 不可思议 华言锁饼 却在此经 这是偶一大师 在弥陀经要解当中 刚才我们念过了哈 华言所给予我们的 就在这一部经理 华言讲一生圆满 凭什么呀 凭什么一生圆满 就这意思哈 华言讲一生圆满 凭什么 依靠什么 凭呢 是依靠的意思 凭借的意思 就凭无良受经 华言到最后 倒归极乐 他才得圆满 如果华言最后 不能够倒归极乐 华言经就不能圆满 所以说 无量受经 是华言经的归宿 是华言的总结 这是深入经藏 才能够明了这个道理 才能够明了这个事实真相 如果对于 这些大经大论 没有摄入的话 他看到镜中 经论没有不怀疑的 所以这个法门 叫男性之法 而天下古今 天下是说横的 讲的是空间 古今是讲数的 讲的是时间 古往今来 显 显 显是少的意思 真正相信 静宗法门的人少 怀疑的多 一直到现在 这个事实我们很清楚地看在眼里 你看现在学佛的人有多少 有几个人真正发菩提心 一向专念 找不到 新的人实在太少了 怀疑的多 此几番一时 词是言辞 言辞讲的太多了 经意太深了 像太阳遇到日时被掩盖了 词是讲什么呀 这里边这个词字讲的是什么 一般怀疑静忠的说法太多了 说的人太多了 让初学的人听了之后信心动摇 经意说的人 当然不能透彻明了 如果透彻明了 他一定相信 他怎么会怀疑 他没有能透彻 这四个字是说明 为什么信的人少 怀疑的人多 正因为这个缘故 偶异大师不能不给弥陀经 做个注解 于是偶异大师自称 只有剖心地穴 写弥陀经要解 帮助我们起信 这是药节里面说的这一段话 这个慈凡意识 那么 慈凡意识 就是我们刚才解释 剖心沥血 为什么 阴光大师在这用 痛哭流涕 剖心沥血 来形容呢 偶异大师的心情 确确实实 偶异大师呢 用过这个词 那么 称性发挥 随机指示 称性 正确你应该念称 四声 称称称称称 称性发挥 称呢 就是适合的意思 符合的意思 那么 弥陀经书抄演绎 敬空老法师 在弥陀经书抄演绎的 这个 这个讲解 弥陀经书抄演绎的时候呢 曾经呢 这么形容 这么来解释称性 这两个字 华言在佛经里面 是一称原教 所谓称性而谈 完全是佛 正得真性之后 从真如本性里面 流露出来的言语文字 完全是佛 正得真性之后 从真如本性里面 流露出来的言语文字 字字句句都是真性 这叫称性之谈 那么这就很清楚了 字字句句都是真性 那么称性发挥 就净土食药 这一书里边所有的字 字字句句都是真性 称性 那么发挥呢 称性发挥 发挥呢 就是产发的意思 把意思或道理 充分地表达出来 发挥呢 是说出来 不仅说出来 而且要是充分 充分说出来 称性发挥 随机指示 随就是根据 根据 机呢 机这个字呢 有两个意思 根机机缘等之一 根机就众生 接受佛菩萨教诲的素质 叫做根机 机缘就是时间的意思 集 具有欲缘而发动之可能性 也就是说 它具有 遇到了这个缘 它就能够起来的 就能够发动起来的 就可以开始的 这种可能性 一集 看受佛陀教法之素质能力 两个 一个是 你遇到缘 你就可以真干 你就可以 干起来了 再一个呢 你有这种 接受佛陀教法的能力 素质能力 或者佛陀 说法之对象 所以机指人 也指时间 随机指示 随着你的机缘 随着你的根基 这两个 一个是机缘呢 就是说 你承受不承受 接受精度法门 你能不能接受 你有没有这个能力来接受 这是两个事 我有能力接受 但是我机缘不够 没人跟我讲也不行 有人跟我讲 但是我接受不了也不行 我没有能力接受也不行 所以机呢 是讲两个层意思 一个是根基 一个是机缘 那么 随机指示 根据这种情况给你开示 这是净土食药 那么 整溺救坟 整溺呢 就是救援 溺水的人 隐身 指 解救危难 整溺 救坟 救坟是 坟呢 指火灾 溺呢 指的是落水者 就如同我们说 救人于水火之中 救人于水火之中 整溺救坟 不能欲其痛切也 痛切 极其恳切 用这种 整溺救坟 来形容偶利大师的心情 都不能把他那种 极其恳切的心情 说出来 那么 舍此 则正秀 则正信 无忧生 把这个丢掉了 把净土食药丢掉了 这个正信 无忧生 无忧就是 没有门禁 没有办法 字典上是这么解释 那么把这个丢掉了 正信就树立不起来 那 邪见 无忧 舔也 无忧还是 没有办法 邪见就没有办法 舔 是灭绝 灭尽 就是 讲这个 这个 英国大师说嘛 略言之 一言 一句 一记 一书 可以包括无语 这个一书 讲的就是这个 净土食药 那么就说 你要说展开了说 那就不用说了 那么你要是说 你再说嘛 略言之 一言一句 一记一书 可以包括无语 广说之 你简单的说 就一个字就行了 或者一句话 或者一个记字 或者一本书 可以把净土法门 全部包括 你不喜欢简单吗 咱们就这 一言一句 一记一书 那么你要喜欢复杂呢 你要喜欢多说 那么广说之 则虽三藏十二部之悬言 五宗诸祖师之妙意 亦全部尽 三藏十二部 我们都解释过了 经历论三藏十二部 这个佛奖经归类 可以归成十二部 那么五宗 我们说了 律教禅 秘境 这五宗 五宗诸祖师之妙意 他们这些祖师的 开示妙意 也说不尽净土法门 那么第二段呢 就是 印光大师文朝金华录 第一部分 暂净土朝圣的第二条 就讲完了 就讲完了 那么下面我们继续讲呢 这个 第三条 第三则 这个 文朝金华录第三则 那我们一起来学习 继续学习 那么第三条呢 这个 我从头到尾读一遍 也挺长的 也挺长的 众生一念心性 与佛无二 虽再迷不绝 起祸造业 被作重罪 其本具佛性 缘无损失 譬如 摩尼宝珠 堕于清策 只与奋会 了无有益 愚人不知 是宝 便与奋会 一目是知 智者 知事 无价妙宝 不以 污秽为贤 必于策中取出 用种种法 洗笛令结 然后悬之高床 即得放大光明 随人所求 徒与重宝 愚人游事 使之宝贵 大绝世尊 世诸众生 亦父如是 众昏尼导祸 被作五逆十恶 永度三途恶道之人 佛无一念 弃舍之心 必思其机缘 明显加批 语之说法 必了幻望之祸业 误真常之佛性 以至于 原正无上菩提而后 以至于 原正无上菩提而后 于罪大恶极之人 尚如是 其罪业小者 其戒善俱修 禅定立身者 亦无一不如是也 以凡在三界之中 虽有直身赦心 扶诸繁祸祸之人 而情种尚在 福报一尽 降生下界 欲敬逢源 忧父起祸造业 游业赶苦 轮回六道 了无一失 故法华经云 三界无安 优如火宅 众苦充满 甚可不微 若非夜尽秦空 断祸正真 则无出此三界之望 此则 唯有净土法门 但具真信妾愿 持佛名号 即可障佛辞力 往生西方 既得往生 则入佛境界 同佛受用 凡情圣见 二节不生 乃千文万当 万不漏一之 特别法门也 时当莫法 舍此无数矣 这是第三条 我们一句一句的学 众生一念心性 众生一念心性 与佛无二 这第一句话 众生一念心性 与佛无二 那么这一念什么意思呢 心性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在这解释一下 我们查了资料 这个一念的准确说法呢 这个一念啊 是出自华严经 出自华严经 念呢 就是我们说的心念 心念 即心念 此之一念 我们的心念 这个一念 有真有望 若凡夫 以根对尘所起之念 念念胜念 那么这个念 有真有望 那么凡夫这个念 是怎么产生的呢 是我们的六根 对着六臣 所起的这个念头 念念生念 这一念一念都是生念 此妄念也 这就讲的是妄念 若离根臣 若离根臣 真净明妙 虚彻灵通之念 即是如来正至之念也 如果 离根离尘 离根离尘 那么 真净明妙 虚彻灵通之念 真就不假 净就不然 明就是具备大智慧 妙 妙就讲它的能力 虚彻灵通 虚 就是没有任何相 彻是通彻 灵通 它真正的是有 有智慧 真正的不是一个死的东西 灵通 之念 即是如来正至之念也 所以这一念 有真有望 我们凡夫这一念 是根据根对着臣所产生的念头 此念 念念生灭 产生了我们这个生灭的世界 那么如来正至之念 正正确的正 智智慧的智 正至之念 是什么样的念呢 离根臣 真净明妙 虚彻灵通之念 是这样一种念头 这样一种念头 我们说是心的真如 我们不是前段介绍了 心有真如性 有生灭性 我们凡夫这一念 就讲的是心的生灭性 那么如来的这个念 讲的就是心的真如性 生灭跟真如 生灭跟真如 这一心有二门 这二门呢 是一颗心 你迷了 就变成生灭 你在生灭当中觉悟了 就着这个生灭 你就见到这 那么即是如来正至之念 此正至之念 非生非灭 不断不长 不生不灭 这正至之念 这一念 不生不灭 非生非灭 不长不断 长就是有啊 你不能说他有 那没 那不能说他有 那不就是没吗 也断呢 就是也不能说他没有 你又不能说他有 又不能说他没有 你四句话 我们前面讲了 你说他有不能说 你说那就是无 也不能说 那你说我给你两个说话 又有又无 也不能说 非有非无 也不能说 我们人类所有的描述 都描述不了这个正至之念 不长不断 粗一刹那而非短 言无量解而非长 短粗的这一刹那 并不是说像你想象的那么短 而言无量解却非长 所以长短是假的 这一念 你不能用说这一念到底多长啊 是吧 我们想象这一念肯定很短 你不能说他短 那就很长 你也不能用他说长 你不能说他有 你不能说他没有 你也不能说他短 你也不能说他长 反正你人类所有的形容 离文字像 离言说像 离心原像 这个一念 经云 一念他用经来证明 云 一念普观无量解事业 这一念头 普观无量解 结无量解就讲了时间很长 我们通常说一念很短 这一念很短的时间很短时间 我们就不能把无量解全能看清楚 全展现在眼前 我们这一念就能走完无量解 那这个是这样 那么跟着 什么叫跟 什么叫沉 他解释了 跟着眼耳鼻舌身意 六根也 沉着色声香味处法 六沉也 凡语呢 刹那 华言一念 一刹那就是一念 结呢 凡语 聚云 这个完整的说 这是 结呢 这个字呢 是繁文 它缩短来说了 它是完整的说呢 凡语聚云 聚云就是完整 完整的云就是说 完整说叫结波 我们简单说结 华言呢 分别时结 就讲的是 我们由于我们的分别心 所产生出来的 就是对时间的一种描述 必须得用结了 对吧 时间有长有短 最长的这个时间 我们可以用结来形容 就分 我们分别时间的时候 我们必须得有一些单位 有念 有刹那 有结 有这个 就是 就是来界定时间的这个 这个词 这叫一念 所以呢 那么 印光大师在这说 众生一念 众生这一念 肯定是生灭的 对不对 因为跟臣相对嘛 念念生灭 此忘念也 但是它的心性 你能产生这一念的心性 本性 你这一念谁产生 心产生 那你心的本性 虽然你这个心的本性产生了妄念 那么 是不是你的心性就发生变化了呢 心性发生变化 没有 心性没有 与佛无二 与佛无二 那么 那么讲 我们再把心性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心性呢 即无人永恒不变的心体 我们心有一个心体 那么 即如来藏心 自性清静心 我们用这两种 很多很多词汇来形容这个心性了 太多太多 他这个词典当中指出来 如来藏心 自性清静心 那么 心性呢 这个如来藏心 自性清静心呢 我们可以用形容 比如说我们用大海 来形容我们的心体 那么 水有水体 水体上呢 有波 是吧 那么这个水体呢 是不是不生不灭 对吧 不生不灭 但是呢 这个不生不灭的水呢 它又有动性 那么它存在动的可能性 只要风一来 吹到这个水上 它又产生了波 这个波呢 那也是叠加在这水上 由这水来产生的 所以呢 我们凡夫呢 有一个不生不灭的心体 但是呢 我们很可悲 我们在这心体里边呢 有了一个洞的种子 这个洞的种子 叫做无明 藏在这个心体里边 就像水的动性藏在水里边 没风没关系 它平静 一有风 它就起波 我们这个心呢 也是如来藏心 不生不灭 就是一个海 那么不长不断 非生非灭 但是呢 我们这个心里边 有无明的种子 那么一旦 这无明种子起了现形 我们就在 我们的这个心体当中 产生了一念 产生了一念 这就是妄念 那么这个妄念 就相当于水 遇到风 上面产生了波 所以我们这颗心呢 是不生不灭的心体 叠加了 有生有灭的妄念 合合在一起 这叫众生心 所以这颗心 是不是有两个特性 一个是它不生不灭心 一个是它的生生灭灭心 所以 没有这个不生不灭的水 你也不可能产生生生灭灭的波 那么正是这个生生灭灭的波 跟你这个不生不灭的水是一回事 但是又不是一 对吧 你要说它是一吧 那么这个水不生不灭 这个波可是有生有灭 它产生的现象不完全一样 那你要说它不一样吧 那你摸波的时候 你触到这个波 是不是就触到水了 是 你又不能说它不一样 所以生灭与不生灭合合 非一非一 这是大乘起心的文章 心生灭闻者 为一如来藏 就是我们如来藏 如来藏相当于水 依靠这个如来藏 有生灭心转 产生了 生灭的转就是生 产生了 有生灭心产生了 一如来藏 有生灭心转 生灭与不生灭合合 生灭的七十 与不生灭的八十 合合在一起 非一非一 你说它是一回事吗 非一 对吧 非一 那为什么呢 真如不生不灭 而你所产生的这个波 你所产生的这个生灭心呢 是有生有灭 不生不灭跟有生有灭 那肯定不是一回事 这是非一 那又非一 那这个非什么意呢 这波不就是水吗 对不对 你那不能说波不是水 你也不能说波就是水 他这个 这是最难理解的一段 就是我们 喜新的当中讲 心生灭门者 心生灭现象 为 讲的是 一如来藏 有生灭心转 转就是产生 生灭与不生灭合合 生灭与不生灭合合 这是关键 生灭与不生灭合合在一起 这一合合 就是麻烦 混在一起了 你说他是生灭心吗 也对 你说他是不生不灭心吗 也对 因为他合合在一起了 对吧 那么你要说他从一个尸体来讲 水有一个尸性 水和波都是一个尸性 但他非一 没差别 你要说他从现象来讲 那水是不生不灭 这波可是生灭 又非一 非一 你要说他一定定一 那就是一 那行了 那水不生不灭 是不是这个波也应该不生不灭 一吗 你要说定一 咱们决定了 他就是一个 是不是 那这波和水就一样了 那矛盾了 为什么 水不生不灭 波有生有灭 怎么能说定一呢 换句话说 波有生灭 那么 如果定一的话 那水也应该生灭 要不然你靠近水的不生不灭 对不对 你们可是是一 或者水呢 跟着你波也生灭 你们也是一 对不对 你要说是像水一样 不生不灭吗 波说不对 我有生灭 那你要说这水像波一样吧 有生有灭的水说不 我不生不灭 所以不能说定一 你要说定一 一定是不一样的 那也不对啊 那么就是在波之外 还有应该有另外的水 因为它不一样吗 我摸波的时候 没摸到水 不一样 不一样 摸波就摸到水了 从这一点来讲 它们没有不一样的地方 非 非 就特别麻烦 就在这 所以这个启行的这句话 字字都是非常不好理解 我再背一遍 心生灭文者 为一如来藏 有生灭心转 依靠这个不生不灭的如来藏 产生了生灭心 为一如来藏 有生灭心转 不生灭 与生灭 合合 非一 非一 这就是我们说的 那么 为一如来藏 又生灭心转 生灭与不生灭 合合 非一非一 这个 为如 此时 为如 阿勒耶使 我们管这个 叫做阿勒耶使 所以阿勒耶使是什么 第八跟前妻合在一起 前妻生灭 第八不生灭 合在一起 叫阿勒耶使 生灭与不生灭 合合 非一非一 为阿勒耶使 此时有二种意 这个阿勒耶使有两种 这个意是作用 这个 阿勒耶使有两个作用 一呢 设一切法 所有的法 都被阿勒耶使包括 换句话说 所有的法 他都 他都有 种子状态 设一切法吗 我还 还包含一切法 那我包含一切法 我这仓库出得去吗 我这个东西 生一切法 第二个作用 所以阿勒耶使有两个作用 第一个 设一切法 就包括一切法 你别琢磨了 所有的法都在阿勒耶使里边 你看到的山河大地 胡好林看到的大家 大家看到的胡好林 都在我们阿勒耶使里边 设一切法 这个一切法 你可以大类分 叫做染境法 染法就是世间法 境法呢 就出世间法 染法就是众生法 我们凡夫 我们有烦恼 我们有执着 我们有无名 这些染法 在阿勒耶使里边 没错 叫什么呢 有漏法 有漏种子 有烦恼 那么 设一切法 一切法当中 另外一大类 叫无漏法 叫出世间法 或者称之为佛法 也在阿勒耶使里面 大家读这个经要注意 此时有二种意 为设一切法 那这阿勒耶使 它可以产生众生 也可以产生佛 就在这个根据上 设一切法吗 是不是 有烦恼法 有觉悟的法 烦恼法呢 它只要一起现性 产生众生 那么觉悟的法 只要一起现性 就产生佛 此时有二种意 为设一切法 设 可以啊 可以 包括众生法 包括佛法 能起现性吗 要不能起现性 别讨论了 你不是 你不是掉胃口吗 是不是 阿勒耶使里边 你说我仓库里 又有金子 又有美金 又有黄金 又有珠宝 我能取出来吗 取不出来 你不掉胃口吗 你给我说 这里边有什么 有什么用呢 你看 他第一句话 为设一切法 首先打小鼓里 什么都在这 这仓库里可什么都有 呦 对吧 这第一个就高兴 有啊 我能用吗 我能得受用吗 生一切法 好吧 这就有解了 对不对 有而且能 能用 生一切法 他既能生 众生 也能生佛 阿勒耶使 阿勒耶使叫什么 叫心 那心 佛众生 三五差别 对吧 因为心产生了佛 心又产生了众生 这三个有什么差别 没什么差别 啊 心佛众生 三五差别 就在这 那么这个阿勒耶使呢 叫生灭性 因为他生灭 跟不生灭 合合 但是很可惜 他是不生灭 跟生灭 合合 那我们就说了 我们能不能 不要这个阿勒耶使的生灭 我们直接 能不能通过阿勒耶使 走到他的不生灭 这个境界里边来 这不就齐了吗 对不对 那多好 是 我的阿勒耶使里边 有生灭法 有不生灭法 那么那我今天很可悲 我一直生活在 阿勒耶使里边的生灭法的 起现行的状态当中 对不对 众生法起现行了 我这个梭婆世界 我六道轮回 这不都是阿勒耶使的燃法 出了现行吗 我等等等等 我能不能 对吧 我太苦了 六道轮回 过恶深重 不堪忍受 我想觉悟 我想回去 回到阿勒耶使里头 把我那个境法 不是设一切法吗 我一直从五十来 我就生活在 阿勒耶使里边的 生灭法当中 太苦了 我想回去 把我的境法取出来 我想生活在 阿勒耶使所产生的境法 这个世界当中 行不行 Yes 行 行啊 那行 那咱们听听吧 怎么才能从这 走到这边来 对不对 他底下就说了 此时有二种意 一者 此时有二种意 一 舍一切法 是吧 第二 生一切法 能产生境法 对不对 富有二种意 这个阿勒耶使 还有两个作用 对吧 他说 舍一切法 有境法 有然法 有众生法 有佛法 这个您放心 而且它能产生 能起现形 能变成真的 你能得受用 你关在 关在仓库里不行 我能取出来 能取出来 好 那我就问你 我怎么 我就要希望 你回答我 我怎么就生在 阿勒耶使的 生灭法里边 这个圈子里边 我怎么才能 从这个圈子 走到 不生不灭的 境法里面 他说 阿勒耶使 还有两个作用 一者 决意 二者 不决意 这阿勒耶使 还有两个作用 它可以产生 不决的众生 它也可以产生 绝的佛 这个意在这 叫作用 那行了 那我明白了 这阿勒耶使 可以产生绝 也可以产生不绝 你看他都不用 人这个字 绝物 阿勒耶使 可以产生绝物 也可以产生不绝物 那么因为不绝物 你就迷惑 因为迷惑 你就造业 因为造业 你就会有业报 所以我们出现了人 这个苦相 所以佛们当中 不把这个 夜系苦相 老写 阿勒耶使 有两个作用 一设一切法 第二生一切法 又有两个作用 一产生众生 二产生凡夫 一产生众生 二产生佛 他不用这个 绝和不绝 你们今天 我们今天感受 这个五蕴身 是因为不绝 所产生的现象 你不绝没有了 这个五蕴就没有了 五蕴没有了 五蕴和和的身体 就没有了 那么 那么这个阿勒耶使 还可以产生绝 那么产生这个绝之后 那 咱就不说了 绝相 佛的相 很厉害了 对不对 佛的相 哪几种相 我说我们不绝的时候 有三细相 加六粗相 一共九相 我们绝呢 我们有四种大相 绝有四种大意 绝相有四种大意 你看四加九 一共十三 九个是不绝 四个是绝 九个这个绝 这个不绝 叫做然法 这个四个绝相 叫做净法 阿勒耶使 包括这十三种法 咱往大了说 就是十三类 那好了 因为有阿勒耶使 因为阿勒耶使 藏有一切法 因为这一切法里 有净法 有染法 因为染法 产生了终生不绝 因为净法 产生了佛 绝 绝和不绝 是吧 从相上一看 差大了 你看那三系加六粗 这个不绝相 你看佛那个相 是吧 就和冰和水一样 那差太大了 那冰和水呢 不能同人语啊 但是 他这个性 没变 冰也是湿的 水也是湿的 你不能说冰它没有水那个作用 是吧 它俩相貌不一样 你不能说这冰就不湿 那么 众生这个不绝 跟佛这个绝 性是一个性 就是印光大师在说的 一念心性 与佛无二 绝与不绝 无二 心性是一个心性 换句话说 你平静了水 风停了 和你刮了风的水 有波的水 是不是 失性有没有改变 没改变 你爱动不动 你爱有风没风 你没风我也这样 你有风我也这样 我绝不随着你有风 我变 我可以随缘 我这个水啊 我能动 我绝对没有不随缘的时候 你风停了 我就停 你刮了 我就起浪 起波 我绝对没有不随缘 要记住 真如绝对没有不随缘 换句话说 在随缘之外没有真如 换句话说 在佛和众生之外 就没有另外的真如了 阿赖耶识 要不然全体变成众生 要不然这个阿赖耶识 就全体变成佛 反正阿赖耶识 就在这两股观看 你说 我找一个阿赖耶识 他又不是佛 又不是众生 对不起 你说 我找一个水 他又不平静 他又不起辣 对不起 没有 要不然他平静 要不然起辣 这二则必须择一 你看 水 没有不随缘的时候 你没风 我就平静 你有风 我就动 那你给我找一个 又不动 又不平静的水 对不起 不行 你太难为我了 我给你找一个 又不是众生 又不是佛的阿赖耶识 没有 所以我上一讲给大家说 您您您啊 还把这个问题看清楚 阿赖耶识你是甩甩不掉的 你现在有阿赖耶识 要不然 你就承受阿赖耶识 给你带来的染法 生活在生死界当中 生灭和不生灭和和 你一直在阿赖耶识的生灭界里头 要不然 你就把这生灭的阿赖耶识 生灭和不生灭和和的阿赖耶识 给它破了 破和和时 把它破了 我把这个生灭和不生灭的叠加 给它消灭掉 把这现象转变 破和和时 灭转时向 转时什么 就前期时 把它灭掉 无名一没 它就没了 那显现法身清静制 这时候什么现象 法身的清静制就出来了 那么法身的清静制是净法 那么法身的清静制在没有得到之前 它变成什么呢 妄念 它处在妄念的状态 那妄念跟着法身清静制是一个制 是一个体 明白吗 所以转散脑成菩提 你不能把散脑给丢了 散脑丢了就会把冰给丢了一样 冰丢了水也找不到了 把波都给丢了 那你哪找水啊 所以一定要在烦恼当中 来找到菩提 一定要在生命当中找到涅槃 所以 众生一念心性 与佛无二 讲的就是这意思 因为众生是阿里耶石 佛不叫如来藏 佛如来藏出来了 叫法身 那么我们是呢 阿里耶石 人家是法身 是吧 那么阿里耶石跟法身 虽然名词上有两个 体是一个 就这意思 所以 众生一念心性 与佛无二 那这句话 说起来很简单 一念心性 与佛无二 就八个字 那要讲起来可不得了 一念 就是生命 心性 就是真无 生命与不生命 何何 非一非一 你能说这一念 不是心性吗 不能说 不能说不是 是不是啊 你能说它就是心性吗 不对 心性不生不灭 这一念可生灭 非一非一 那么 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之后 那么 这一念心性 那么 虽 再往下看 这个 虽 再尼不绝 起祸造业 被作重罪 其本具佛性 缘无损失 缘无损失 那么 与佛无二 这我们讲了 虽然 再尼不绝 虽 再尼不绝 什么意思 虽然 虽就是虽然 再尼不绝 再 再这个字 就是 表示 事情的 时间 地点 情形范围 这是一个介词 虽 在 你处在什么样 一种状态下 你处在一种 什么样的情形下 虽 是吧 这在 在什么呢 比如说 我们说 在野 在野党 你什么状态 你是没选上 人有执政党 有在野党 在这个在字 就是 表示你的状态 那么 虽然我们 这心性 与佛无二 虽再尼不绝 虽然我们 这个心性 存在在 这样一种状态下 再尼不绝 在迷惑的状态下 没有觉悟 再尼不绝 那么 这个 迷 和不绝 实际上 它是两个概念 迷呢 迷跟不绝 迷就是 不知道 真法 一故 不知道 迷了 我不知道 真法 是一 不绝 心气 那么这个迷 就是无名 我不知道 真法 本意 我认为 有八十 这个八十呢 各个有 见相四分 有体 有用 产生四分 那八十又 产生很多 心锁 八十 五十一 心锁 这一共是多少呢 一共是五十九 五十九 再乘四 你想想 有多少东西 因为每一个 心 心锁 都有 体 相 用 体 就是说 正自证分 跟自证分 这是两个是体 这正自证分 自证分呢 又可以产生 见分跟相分 这是不是就四了 那么有五十九个 这个四 四五二十 二九一十八 二百一十八 二十八 二百一十八 二百一十八里边 可都有相分 对吧 刚才我们说了 有五十九个相分 这五十九个相分 是什么 就是我们看到的环境 色生相味出发 那还有五十九个见分 就是我们的生命现象 我们能看 所看是色生相味出发 能看是 也能看是 这个 我们说的 这个见分觉知 见分 能看的是见分觉知 所看的是色生相味出发 所以见分觉知 是我们 这五十九个 心体 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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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索 这五十九个的 见分 色生相味出发 这六尘 是我们这五十九个 心 心 心 索 的 相分 能看 所看 都是从这个体上产生 既然都从一个体上产生 有区别吗 没有区别 那你为什么会有产生这么多晚七八道 因为你迷了 这个迷叫无始无明 或叫根本住地无明 真是叫住地 为什么 住就把你拴在六道上 你出去了 你住在这了 地它能产生 这个根本无明能产生枝末无明 所以 根本的 不知道 真法 一顾 这个根本无明 最后产生出来 很多派生的无明 枝末无明 再迷不绝 我们处在一个迷不绝 的状态下 你 是 对这个真法 一 不明白 是叫什么 法痴 愚痴 我对法 愚痴 我不知道 真如法 是一 叫法痴 叫根本法痴 不绝呢 人痴 我不知道 没有人 所以不绝的程度 更深 一说你 就是对法痴 一说不绝 产生人痴 法痴 跟人痴 一产生 法产生 人产生 不绝的 这里边讲的 就是不绝的人 人的现象出现了 程度更深了 从法痴 又走到人痴 法痴 原来我们对这个客观 我不知道它是一 就完了 我们不认为有人 那么因为你对法痴 有一种法痴 久而久之 这种讯息 我们后边会学到 这种讯息越来越厉害 就产生了不绝的现象 不绝就是我们说的生命现象 不绝的人出现了 人痴产生 所以这两个字在一起 再迷不绝 我们存在 虽再迷不绝 我们虽然在法痴 跟人痴的这种状态下 我们有法的执着 有人的执着 起祸造业 起祸造业 我们因为有这两种愚痴 我们这两种愚痴 再迷不绝 这是什么 这是见祸 观点上的错误 对不对 我们认为有法 我们认为有人 是不是观点上错误 见烦恼 因为见烦恼呢 时间一长 我们就产生了私烦恼 我们首先有错误的观点 认为有人有法 那么在这种前提下 再是两种邪见 两种邪见 第一个认为法有主体 叫法我 因为认为人有主体 叫人我 因为有人 我们叫做这个人 叫不绝的人 不绝的现象 那么法呢 有法我 我们这时候叫做无名 叫法痴 所以对我们有两种邪见 一种认为法有主体 一种认为人有主体 这两种邪见 你看就是 荫光大师在说 在你不绝 这是见烦恼 完了以后呢 起祸造业 起祸四番闹出来了 也这个祸 就是我们说的 心王所产生的什么呢 心所有法 你有心王 他必须产生活动 这个祸就产生了 这个祸就是心王 开始发挥作用 心王发挥作用 就产生心理作用 这叫心所有法 心所拥有的法 叫心所法 我有心我有作用啊 对不对 我心有作用 我可以喜悦 我可以贪 这都是我心的作用 叫心所法 再 你看 再迷不绝 起祸 祸就是心 心所法 那么 心所法产生之后 迷了 那么心所法产生的前提是什么 为什么会有祸产生呢 祸产生的前提 必须得有境界 我才能产生祸 没有境界的时候 我产生的是什么 是无名 对人的无名 对法的无名 那么这个人的无名 和法的无名 法吃人 是突然产生境界之后 我在这个境界上 又开始攀缘它 心里开始有活动了 这个时候 我们给它定义叫祸 就是我们 大乘起心上说的 三粗 六 三细六粗的 六粗当中的前四 叫祸相 第一 志相 生爱 非爱心 我们见到境界以后 我们生爱和非爱心 我喜欢这个 我不喜欢那个 那么因为 第二个 因为你有了志向 志向就聪明啊 你能分别 这是好 这是不好 生爱 非爱心 爱就是贪吗 不爱不就称吗 你看这不是 心理作用起来了 生爱 非爱心 爱就是贪 不爱就是称 那么第二个呢 在这个志向的后边 又越演越烈 有了志向之后呢 产生什么呢 相续相 就没完没了了 你爱心完就完了吧 是吧 咱们一刹那就完了 这也行 不是 志向完了 相续相 什么叫相续相 因于志 因为你有志 因为你有爱和不爱 苦乐觉的感觉就出来 爱吗 就乐 不爱吗 就苦 苦乐觉就出来了 苦乐觉念 相应不断 相续不断 因为你有志 志老产生爱和不爱 因为你这个志 产生爱和不爱 我跟着就产生了苦和乐 我苦和乐 根据你的志 我不断 因为你志不断 我苦乐就不断 你看 产生了相续相 所以我们的苦和乐是延续的 为什么延续 因为你的爱和不爱是延续的 爱就是贪 不爱就是称 因为有爱和不爱的延续 所以产生了苦乐觉念的延续 相应不断 它跟志是相应的 这就是相续相 相续相 有了苦乐觉念以后怎么办 我这个老苦 我这个不苦 那是不是就执着了 那我要舍苦取乐 这就产生了执着相 这是祸相的第三个 我们刚才说的祸相 一共有四个 第一个叫志相 第二个叫相续相 第三个叫执着相 一与苦乐觉念而生执着 因为你有了苦乐觉念之后 你就产生了执着相 那谁也不愿意要苦啊 谁也谁都希望乐呀 那么就产生了执着 那么有了执着相之后 第四个祸相 执名等相 因为我有了执着 一与执着 而起名字等相 什么意思 因为你有了执着 你就开始建立概念 建立概念 建立道理 名字等相 名是概念 等 等什么 有句子 有概念 逻得成句子 由句子 逻得成文章 名句文身产生了 就阐述 这些苦乐觉念的道理 和形成概念 糖 这是个概念 我爱吃 你这糖怎么爱吃啊 你糖哪产生呢 易于执着 因为糖我喜欢 那你为什么执着这个糖啊 因为糖乐呀 那你为什么执着这个乐呀 你为什么会有乐呢 因为我有个志 我有个爱 在前面 我爱这个糖 然后呢 我就乐 有了这个乐 我就执着这个乐 有执着这个乐 时间一长 我形成个概念了 我管的叫糖 以后我再碰到这糖 我根本就不用从头来了 我直接拿了就吃 执名等相 这前这四个叫货项 你看 起货 产生了 心 所有法 心理现象产生 完了以后呢 启息论上说的 六粗项的第五项 企业项 为一执名等 起于种种诸差别业 企业项就开始造业了 身口意就开始起来了 身体要干事 嘴要干事 思想要干事 依靠什么来干事 依靠执名等相 依靠你的概念 来干这些事 起业项 第六个呢 业细苦项 一业受苦 不得自在 因为你造业 你就得苦报 你看你造业 我们就有这身体了 这身体三苦八苦 是吧 哪来的 因为有祸 你造了业 因为有业 启息论第六项 叫做业细苦项 细就记着 这个业带着 带动着这个苦项 他是按道理说 他叫业细五蕴身相 身心相 那他直接就把那五蕴身心 给去掉苦项 五蕴身心是什么 三苦八苦充满 充满 所以叫业细苦项 就这意思 所以 在尼不觉 起祸遭业 在尼 对尼是法吃 不觉是人吃 不知道没人 这个道理 认为真有人 真有法 有事物 有人 法就是事物 有人 对事物的执着 认为事物是实实在在的 认为人是实实在在的 人吃 法吃 然后起祸造业 造业 然后就说 这个业 起祸造业 被做重罪 被是什么意思 被做重业 被呢 这个意思就是 相当于 记 相当于结 被做 就没有你不造的业 被受重苦 全受了这个苦 这个权 结的意思 我权了 被做重业 所有的 重就是多的 被做重罪 言福提众生 起心动念 无不失业 无不失罪 这地道经常说 起心动念 无不失业 无不失罪 被做重罪 被在这儿 是个副词 它是 禁 是结 所有的重罪 都干完了 禁功劳法师说 如果我们造的这个罪 如果是有物质形象的话 是有长城宽 这三维的话 那 放都放不下 好在他们没有形象 所以 尽管多 在不占地方 就这意思 被做重罪 罪呢 我们讲 这个罪是什么意思 被 咱们说是 全了 尽了 做 造作 重 多的意思 罪呢 什么叫罪 佛门当中管罪叫什么 它定义是什么 罪 违反道理 触犯 禁条 而遭受苦暴之恶行为 它首先是个恶的行为 是什么样的恶行为 违反禁条 违反戒律 而遭苦暴之恶行为 它能遭来 遭来苦暴 的恶行为 称为罪 或者揪 就是过错的意思 义有称烦恼为罪者 也有把烦恼叫我罪 然 大抵 以身体言语意志 即身口意 等三方面所犯之恶行 括弧业 称为罪业 身口意三业 因为犯罪 称之为罪业 这个罪呢 就是过旧的意思 触犯禁条 而遭受苦暴之恶行为 叫做罪 那么这种行为 一般通过三个机关来造 身口意 身口意造的东西叫业 也称为什么呢 罪业 你看我们说罪业深重 你看荧光大师经常 非常牵振 光以罪业深重 我们知道这罪 可这业 我们就 我们学习完以后就应该清楚 那么罪呢 是恶行为 这个行为必须通过三个机关来做 身口意 而身口意这三个机关 所干的事情 我们又给他一个业的意思 那么他没干好事叫罪业 干了好事叫善业 罪业 那么罪为恶之行为 故称罪恶 因为罪是恶的行为 我们也通常说罪恶 罪恶 以其能妨碍圣道 故称罪障 他能障碍圣道 我们也通常称为罪障 又以其属污秽之行为 又故称罪够污 脏的东西 富由于罪之行为 可招致苦报 又是有 又因为罪的这个行为 可以招致我们未来苦的报应 故又称为罪报 且其行为 乃招罪报之根本 又称为罪根 能生东西 根是能生之意 那你造这些罪 能够招来罪报 那你不就是罪报的根吗 我会管你叫罪根 罪有五逆罪与十恶罪 这两种 统称为二罪 属本质上之罪恶行为者 称为性罪 本质上 你看我们持五戒 杀到遗忘酒 杀到遗忘 这是属于性罪 本质上 恶行为者 称之为性罪 那么 而于本质上 并无罪恶可言 仅违犯佛所致禁戒者 则称遮罪 那本质上没有什么 你喝酒这本质上没有什么错和不错 杀到一毛 属于本质上并无罪恶可言 你不能说喝酒是好还是不好 仅违犯佛所致禁戒者 但是佛定了你不能这么干 那这个时候你的罪叫什么罪叫遮罪 换句话说遮戒你犯了所产生的罪叫遮戒 那么为什么不让你喝酒呢 才叫遮戒 遮戒就是防 遮就是防止的意思 防止你犯性罪 所以五戒当中的杀到一毛属于性戒 而酒属于遮戒 为什么不让你干这个喝酒的事 是因为你容易产生前面 喝完酒之后容易产生前面四个性罪 破这四性戒 所以我们立一个遮戒 所以他本身并没有什么罪恶可言 遮戒 所以你看这罪 那么我们来继续讲这个罪 这个罪呢 此外据大皮泼沙论卷116之说 于身口异三叶之中 以异业之恶为大罪 身口异这三叶当中 哪个罪是最大的罪啊 以异业之恶为大罪 你的思想上的恶是最大的罪 一切烦恼之中 以邪见为大罪 所有的烦恼当中 哪个罪最大啊 烦恼就是见私烦恼啊 哪个哪个罪最大啊 邪见 那么邪见就是 邪见当中邪中之邪 邪恶中之者就是说没有因果 这邪见 拨无因果 拨就是拔去 拨掉 拨无认为没有因果的这个邪见 那么一切邪见 末不皆以我见而起 你所有的邪见谁产生的 由我的这个观点产生 我见 启信者说 一切邪见末不皆以我见而起 我见有两种 一 人我见 二 法我见 有人的观点 有人的观点 有法的观点 所以你把人和我 人和法给破了 邪见的根就没了 你看 一切邪见 莫不皆以我见而起 而我见有两种 一 人我见 二 法我见 人我见 就是人痴产生的 法我见 就是法痴产生 法痴 根本法痴 叫做根本无名 而人痴是随着法痴产生的 我们往后要讲 所以你看 他说 那 以邪见为最大 为大罪 按这个来导 邪见的罪是最大 而邪见当中 又以我见跟法见而产生 那么是不是 我见跟法见是最大的罪 一切恶行之中 以破僧罪为最重 一切 一切见当中 以邪见为大罪 一切恶行当中 以破僧罪为最重 破和恶僧 出佛身血 这个罪 业当中 恶行当中 你说 你说你这个 思想上的罪 最大的是邪见 行为上的罪 最大的是什么呢 最大的罪是破和恶僧 破僧罪 破坏僧传罪 就这意思 所以 那么被作重罪 那刚才 我一光大师在这说 被 就是全干了 所有的罪全干 那么 罪当中我们说了 那么 就身口意 这三业都在造罪 造业 那么叫罪业 那么这罪业有多少呢 重罪 太多了 被作 没有不干 被作 没有不干 阴光大师在文朝当中说了 无始劫来 全给干完了 被作重罪 那么 虽 在迷不绝 起祸造业 那么 在迷不绝 这个在迷不绝 就是起信人说的 三细相 起祸造业 就是起信人说的 六粗相 明明这意思 那么 这个三细相呢 和六粗相的区别 相就是 你看到你迷了以后的状态 是什么个样子 是吧 是这意思 相就是相貌 你看到一件事物在心里面留的形象 叫相 那么三细加六粗 那么在迷不绝 那么在迷不绝 这四个字 就是起信人说 当你有一个根本无明的时候 你先产生了三细相 产生了三细相 然后又产生了六粗相 六粗相当中的前四相叫货相 第五相叫企业相 第六相叫业细苦相 你产生了你这个苦报 所以它是由无明产生的 对不对 因为我有无明 到了最后第九相的时候 就业细苦相 我就有苦了 苦从哪来呢 苦从无明来的 一念不绝 九相顿生 终于是出来了 刹那之间就生 所以我在这儿 给大家讲讲这三细相 我觉得很有必要 这个 那么他说 这个 复刺 依于绝骨 依靠绝 而有不绝 绝就相当于水 绝相当于是 真如啊 叫绝 依依绝骨 因为有绝的这个原因 你看这真如 因为有真如 而有不绝 而产生了不绝 因为有水 水不挺好吗 水那诗性多宝贵啊 对不对 但是对不起 它还有个动性 你不能说 我光要着石 不要着动 对不对 你不能说 我光要着石 不要着动 那不行 一依绝骨 而有不绝 你看这是矛盾吧 是吧 我们只想要不绝 我们不想要不绝 一依绝骨 而有不绝 怎么样了不绝 不绝就刚才我们说的 不知道真法依骨 那么 生三种相 产生三种状态 我们能看得见的 三种样子出现了 三种情况出现了 三种相 注意 不相舍离 正字正分 见分跟相分 这三相 三种相 不相舍离 你别给它切断了 切不断 要不来都不来 要来 正字正分 自正分 见分相分 一起来 这起来就讲了个道理 一依绝骨 而有不绝 生三种相 不相舍离 挺相用 湿水拨 不能离开 你说我找一个水 它没湿的 也没拨的 不行 不相舍离 一无名夜相 哪三种相 无名 就是我们说的谜 夜相 夜相什么意思 它就解释了 第一叫无名夜相 什么叫无名夜相呢 以一不觉 心动为业 因为你不觉 不知道真法一故 你心一动 心动为业 这个动 就叫做业 心动为业 那么 觉 觉了以后什么样 觉则不动 动 则有苦 只要一动 就有苦 果不离因故 苦是果 动是因 无名夜相 就是我们说的 正自证分和自证分 这个夜相叫自证分 自证分 镜子的面 打个比喻 正镜子的面 无名夜相 那么 以一不觉 心动为业 觉则不动 动则有苦 果不离因故 叫做 大家记住 叫无名夜相 也就是我们 为时论里面经常说的 叫做 正自证分 跟自证分 这两个分 叫体 他俩的合合 镜子背和镜子面 镜子背 叫做正自证分 镜子面 叫自证分 这一动 镜背和镜面 就一块来了 那么这个体 又产生两个作用 一个是见分 一个是相分 在起心论里面呢 就起心论说 第二 三项当中 第二项叫能见相 就是我们为时论里面说的见身 能见相呢 怎么产生的呢 能见就能看 你看 能见 能锁就出来了 原来真法是一顾 无能无锁 因为你不觉一心一动 能就出来了 主动的这个客观 主观就出来了 能就出来了 能见相 他能见 这见是个代替词 他能闻 能觉 他能感知吧 见闻觉知 他能 能发挥这个作用 能见相 什么意思 能见相 以一心动 你不是心动吗 能见境界 我可以看六尘境界了 有六尘境界吗 你就看 是不是 能见相 能见六尘境界 那么 不动 则无见 你只要不动 就没有什么能见的东西 能见的这个现象 那么 三 境界相 就是我们为时论说的相分 能见相 境界相 境界相 什么叫境界相 无外乎我们六根对着六尘境界 对相 你不是主观的能见出来了吗 所见呢 就出现了 能所就产生了 原来真如是义法 因为无明不觉 有了这个无明夜相 这个无明夜相一产生 能所就产生了 无明夜相是无明的体 自证分跟正自证分 合在一起 这二分为体 体一定会产生二用 这二用就是 见分跟相分 见我们说是能见 相是所见 能所就产生了 原来是无能无所 这一下能所就产生了 这能所一产生 境界相什么意思呢 以一能见 因为有能见这个现象存在 望境向现 望境 境况出现 为什么用望呢 不是真的 望境 这境不是真的 是因为你能见出现以后 我就出现所见 这个能 所见的是由于你能见的人 是因为能见我而产生的 我是依靠你来起来的 就和这波是依靠水起来 没水根本就没有波 原来波跟水是一回事 那么以一能见 望境向现 望境向现 离见则无境 你只要把见一去掉 静就消掉 静无自信 西随心转 静没有自信 完全根据你的心来转 那么 以有 他说了这三西相 刚才我们说了 再迷不绝 就讲的这三西 同时产生 你看境界相出来了 能见的我产生了 所见的境界产生了 怎么办 就到这就停了 没有心 锁 心到这就停了 八十全产生了 但是八十不起作用也行 只有心忙 而没有心 只有心体 八十心体 而这八十心体 不产生心理作用 叫没有心所产生的作用 也好 不可能 那心它就有一个功能 就攀缘这些境界 那怎么说呢 那么 以有虚妄境界缘故 因为你不是产生境界相了吗 因为你有这个虚妄的境界 这个缘分 这个条件 缘在这讲条件 以有 因为有虚妄境界缘故 因为这个缘 因为这个原因 这个条件产生的原因 复生六种相 又产生六种相 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六粗 一 志向 智慧 桌子有志向 没有 当然严格说它有 但是咱们一般来讲说它无情 它没志向 它哪知道什么好和不好 它哪知道什么爱和不爱 其实它也有 你看我们江北胜博士说 那水 它也有爱 你说我爱你 你看那花特别漂亮 你说我讨厌你 你看那花特别难看 它也有志向 它也能分好和分不好 它也有贪 它也有称 你看你那个说我恨你 哗啦那个 那个结晶就是散的 你说我爱你 哗啦那个结晶就成六边了 你看谁也有志向 志向什么意思 为缘境界 生爱非爱心 讲啊 志向什么意思啊 就说呀 缘 攀缘 什么叫缘 心对境的一次作用叫缘 心对境产生作用了 想这个作用 联系这个境 施压这个作用 在这个境上 那么为缘境界 贪缘境界 生爱非爱心 产生了爱和非爱心 志 这个志是烦恼 爱贪 不爱沉 就是贪嗔就出现 为什么叫三 贪嗔吃是 你看吃 这个贪嗔 贪嗔实际上就这里边说的 志向 爱和非爱 那么吃呢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 不绝 这三则是根本烦恼 因为有吃 就产生了贪和爱 贪嗔吃 没有吃 它不会产生贪爱的 那为什么把贪爱 贪嗔放在前面 因为我们天天在贪 天天在吃 我们对吃好 没感觉 我们不认为我们吃 但是我们确确实认为 我们在贪 我们在生气 因为我们天天伴随 这两个心理心锁 在生活 心理作用在生活 所以一志向 为缘境界 生爱非爱心 二相续向 就刚才我给大家讲的 相续向 为依余志 因为有这个志 靠着这个志 苦乐绝念相应不断 跟谁相应 跟志相应 跟爱和不爱相应 产生什么 苦乐绝念相应不断 连续了 因为志是连续的 我的苦乐绝也是相续的 我要苦一刹那就灭了 我没什么执着 对不对 我就完了 我干嘛 我刚想执着 它没了 不就完了吗 它不行 它相续 所以我们觉得 苦和乐是真有 很实在 其实是不对的 一于志而有苦乐绝念 那么志是因为境界 境界是望境 因为一个望境产生了志向 因为志向产生了苦乐绝念 你看望境 望境怎么产生的 是因为见分 见分怎么产生的 是因为无名业相 能见相吗 那么无名业相怎么产生 因为无名产生 无名是什么 不知道真法一故 从无始来 不知道真法一故 无始无名 所以就后边这一大堆 就是我们 就开始说我们 现在这个世界了 就是这么一个无名啊 产生的 你看多冤枉 全是忘的 望境产生了什么呢 志向 能产生的望境 尚且是望 那所产生的志向 能有实吗 能产生的这个境 能产生志向的这个境 尚且是望 所产生的这个志 能是实的吗 不能啊 所以爱和非爱 都是假的 那么因为这个假的爱和非爱 我们就产生了相续的苦乐绝念 能爱和非爱尚且是假 这苦乐绝能是真的吗 也不是真的 那么 因为这个苦乐绝念相应 跟这个志相应 而不断 连续了 我一个小时 我在痛苦当中 我一个小时沉浸在幸福当中 这就是相续 这个相续完全异于志 依据太和称 那么这个相应不断之后 完了以后干嘛呀 到此还没完 执着 那既然有苦有乐 那我当然要选择乐 我当然执着乐 我当然要执着不要苦 这两种都是执着 执着放弃 执着获取 那么执着想 什么叫执着想 为依苦乐绝念 相续而生执着 因为苦乐绝念这种相续状态 它不相续 你也执着不了 对不对 我刚想执着 它没了 它不 它苦乐绝念 它相续 我有一年的痛苦 半年的快乐 我这都能看得见摸得着的 因为它是相续 就是我们说 那像我们讲的那个例子 点一根箱跟着转 这相续 哎呦 我觉得真有这个火轮 你看这箱本来是一个点 对不对 你看转的速度太快 是不是就形成一个圈了 那个圈就是相续相 这个相续在不在 没有 虚妄的 但是因为它相续 我就执着这个 我执着有一个光轮 一个光点形成的轮子 我执着了 那么执着像 为依苦乐绝念相续 依靠这个苦乐绝念相续 这种状态 我产生了执着 要不然它刹那就生变 你执着什么呀 转眼即是你就没得执着 那么那依于这个 香的这个光点 产生了光轮 我执着有这个轮子 其实轮子有吗 没有 它是一个相续相 而产生执着 为依苦乐绝念相续 这种现象 而生执着 我们就执着了 我们不老说吗 执着分别 妄想分别执着 执着就这么产生了 对吧 然后呢 执名等相 第四出现 我们说 启信顿说的六粗相的 前四的第四相 叫执名等相 执名等相 为依执着 你以前不有执着吗 对苦乐绝不是有执着吗 为依靠这种执着 分别名等诸安利相 然后分别就是妄想 我起心中间 我把这苦乐绝念 给起了名字 形成概念 形成理论 把它们安利住来 建立档案 各归各类 明白吗 安利相 把所有的这些苦乐绝念 全 这个 各就各位 给上名字 形成概念 执名等相 它里边有分别吧 你看 为依执着 分别名等 诸安利相 执着分别 这叫甜 这叫苦 这就是执名等相 我们分别这些名相 那么五 企业相 那你有了 有了这个执名等相之后 怎么办 为依执名等 为依执名等 因为你形成了执名等相之后 起于种种诸差别业 开始造业了 有禅定业 有漏业 无漏业 世间业 初世间业 都是因为 你有了这种名相之后 你看 我说你跑步去吧 跑步是吧 造业吧 对吧 起业相了 深夜了 跑步 那我怎么让你跑步 你就真跑了 你靠什么来跑 你靠名字 你靠跑步这两个字来跑 对不对 我说 你跑吗 你肯定不跑 你说什么呀 你得说点什么 我得干点什么 对不对 你不说我哪知道 我干什么呀 跑步 跑步 不就是执名等相 一于执名等相 起于种种诸差别业 一于跑步这一个名相 我开始跑步 你看 所以我们人类就是这样 在指导我们的行为 吃饭吧 吃饭 吃饭就是 为一执名等相 为一执名等 起于种种诸差别业 造了业了 所以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 先是有很多的概念和名词 然后通过概念 我们来沟通 然后你一通过这种沟通 你明白我的意思 你明白你要干什么 明白吗 我们是靠这个概念 来指导我们的行为 没有这个名相 我们不知道该做什么 吃饭 跑步 睡觉 穿衣 这都是执名等相 依靠这个执名等相 我们知道我们该穿衣 我们该吃饭 我们该睡觉 你看 执名等相 叫什么呢 这个企业相 该结婚了啊 女大当家 结婚就是名相 女就是名 该也是名 结婚了 这都是名 那我就找对相 企业相 为衣执名等 起于种种诸差别业 有人结婚 有人生孩子 有人上大学 都是因为这个原因 依靠这个我们才能行为 要慢慢体会啊 所以你看 无名本身就是虚妄 那么由他来产生的名字 执名等相 那就更虚 那么依靠执名等相 来起的这个业 他能识吗 所有的 凡所有下 皆是虚妄 起业下也是虚妄 那么我们以后慢慢可以展开 为什么 我觉得我很实在 我这口饭吃进去 我很实啊 我这怎么叫 我起这个业相 这个相怎么是虚妄的呢 这要展开说 有很多很多 地水火风 你说你的饭什么做的呀 它有热度吧 火 还有水性吧 湿 地水吗 它饭是有坚硬性 对吧 地水火风 它吃下去 消化洞 就是风 地水火风 那不就这四大构成的吗 你这个饭 那我们就开始分析这个地 地有坚性吗 哪啊 这一厘米有坚性 我啪我一切 它有什么坚啊 变成半厘米了 您刚才说的 一厘米的坚是不存在的 那半厘米的坚是有啊 半厘米的坚 我再给你切四分之一 我再来一半 你刚才说 那半厘米的坚有吗 也没有 我一直给你切 你只要有体积 我就能无限的切 无限的切 那就说明它不存在 您刚才说那个不存在 切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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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像化学一样 切成原子分子夸克 然后中子 这些电子 切着切着就不存在了 它是一种和合而产生的 原子合成分子分子合成分子链 最后产生这个物质 那么这企业项 为一执名等起于种种株差别业 第六个六粗项 启信正在说 六粗项的第六项 业细苦项 为一业受苦 因为你造的业 你就感到这个业报 五蕴声 满报 引报 就满业 引业 引业把你头 给你拉到六道当中的某一道 对吧 引你嘛 满业呢 是你到了那一道以后 你所受的这种待遇 引业满业 这二业 为一业 依靠这两个业 引业跟满业 强者先前 你要是称恨心重到地狱去 你要贪心重 你去当畜生 你要鱼吃重 你贪心重当鬼 吃心重当畜生 这叫引业 到了畜 到了人 人也有国王啊 人也有 人也有叫花子 人也有乞丐 这就是满业了 那你虽然是人 但是人的差别太大 这是满业决定的 那么一业受苦 那无论你在哪一道 你只要是业 把你带来的 五蕴身心就存在了 色寿想行事 什么叫众生 五蕴和和而生 我们给它一个名字 叫众生 众 讲的是五 和和而生 叫众生 众缘 和和而生 你能把这众缘 给我说细点吗 众缘就是色寿想行事 纠合在一起 形成这个 假 我们说的五蕴身心 我们把它 执着成为一个人 耶稀苦相 不得自在 不得自在了 你能 你能 能做到主吗 也做主了 不是你做主啊 你本来是一念 绝呀 因为不绝 生三种相 因为三种相 生六种粗相 复生六种相 因为这六种相 最后你就有这个 耶稀苦相 因为耶稀苦相 所以你不自在 就这意思 我们明白这个道理 就知道我们今天处的状态 是怎么产生的 所谓事故当之 所以啊 你们应该知道 一切燃法 稀无有相 刚才说的三细相 加六粗相 全是燃法 就阿雷耶诗里边 不是有 设一切法 生一切法吗 阿雷耶诗里边 生的这三细加六粗 这九法 结因无名而生其故 全是因为无名 这就清楚了 对吧 我阿雷耶诗 怎么就变成 今天这种状态 怎么 为什么 产生三细加六粗 那么 都是因为无名产生 无名有吗 无名没有 没有产生这三个 这九个 那能有吗 所以 也是虚妄 那今天 时间到了 我们先讲到此地 我们下一次的节日条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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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